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一個特備的節目 因為這個是我一個人先做 John Conner 還沒回來的 這個特備主要是想說一件事 蘋果記者和一周刊 去了清水灣的碧水新村 調查一宗案件的時候 被警察帶走了 原來他們是去查這個 助理警務署長 陶輝 因為有線人爆料 助理警務署長 陶輝 就是 報稱住在清水灣 碧水新村的單號局 然後 公司儲策資料找到 2018年 在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 就是陶輝 持股 是有六成的 就是申報在這個地址 清水灣 碧水新村這個單號屋 這家公司 網頁資料顯示是賣冷氣系統的電壓穩定器 香港和英國都有公司 一個警察能否做私幫生意呢 其實也很慘了 如果要告他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或是他向上司申報 或是沒有申報 因為如果你身為一個 助理警務署長 你自己有些生意 你一定要得到這個警務署長批准 因為他的上級就是警務署長 但是 警務署長可不可以批准一個 副警務署長或助理警務署長去開一家公司去做生意呢 這件事真的要查過才知道 我印象中應該是不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話 香港的生意 我想一半是警務署長 以往 在這個南岡旅樂年代 警務署長 應該是全香港最大的酒樓老闆 所有酒樓要開 沒有警務署長 基本上每天都有爛鬼搞事 所以說 如果是有警務署長 當然他是不用拿本錢出來 只是拿他的名字出來 就已經可以有 這個酒樓的股份 當然廉政公署成立之後 你這些行為當然是不行了 這些是貪污 那麼對於公務員 又或者這個警察來說 那個 要求是特別高的 因為他們是很容易收受利益 又或者因為利益去做一些事情 因為他們有權力在手 他們是 握槍的 政府 政府 配槍給他們 那麼你想想 一個 手上持有武器的人 他是不是可以為所欲為呢 是不是 所以他應該是受到這個很嚴謊的監管 好了 我們繼續說回這件事 即是他 開公司這個原來不是最大件事 一周刊翻查資料 原來 他 報主的地方是寮屋來的 那麼寮屋 基本上 這個地方的寮屋其實 就是 因為 颱風關係 因為60年代颱風 批給這個受影響居民登記 根據法例 寮屋是不可以租 亦都不可以賣 其他人 一個 英國的外國 可以在60年代就為來安置那些 受颱風影響的村民的寮屋 這個本身已經是犯法的事 就算借給他住也不行 是送給他住也不行 不要說租 不要說買 犯了寮屋法例 那麼究竟是甚麼事呢 這個屋主也是有問題 那個屋主的登記應該會被取消 這個記者 當時的壹宗刊和蘋果記者 去到這裏調查 被警察趕 然後警察就 把他們拖走 還兇他們 就說 你知道下跌那是甚麼人嗎 住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有多重要啊 原來是陶輝 陶輝就是612指揮鎮壓那個 那是不止的 很多場 那些鎮壓他也親自下跌 那是誰屠呢 屠殺的屠 好了 這件事原來還未完 有記者 在立法會採訪的時候 看到李家超 就會問他關於這個壁水新村這件事 那麼現在 當然李家超當然是避免啦 你向警方查詢 其他東西就甚麼都不回答 那麼我們看到這件事 有幾個 罪行有竹範 他無論有沒有申報也好 他有申報 即是警務署長 是要負責的 當然不是他啦 上一任警務署長應該就是盧偉聰 這個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來的 一個 一個助理警務署長在香港可以做生意的 做甚麼生意都不行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不是他 兩個也是 然後廉政公署一定要介入調查 你身為高級的警務人員 誰知道你是不是做了警署的生意 冷氣工程系統 是不是政府部門的生意給你做 是不是因為你是警務署 這個助理署長的關係 有些人要買你怕 所以一定要把生意交給你 判給你做 這裏的得益有多少 全部都是牽涉到 防止賄賂條例 全部都可以坐牢 那麼 70年代就抓葛珀了 現在要抓陶輝 說到這裏 大家就會想 可以拉他坐牢了 黑警下鑊了 那麼 又不可以 怎麼說 不可以 怎麼說 那麼好 或者叫做那麼理想 因為香港現在的法律 其實是有所改變的 現在的香港政府 根據這個往績 是百分之九十幾是會包給這個逃費 是會說 沒有問題的 甚至乎警務署長可能是對他作出表揚 甚至乎有讚賞 那麼所以呢 我對於這個逃費會被人查的機會 我是十分之 不樂觀的 李家超當然啦 他們一直說 沒有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 那麼當然啦 警察也不是人嘛 那就凌駕在法律之上 所以呢 我認為這件事很大機會是不了了之的 那麼他有沒有犯法呢 有沒有犯法就 你覺得有犯法而已 警察說覺得沒有嘛 律政署 他們也有很多 那些藉口的嘛 到時候說 那些證據又不是很充分 是不是 簡單一點啦 因為蘋果有資料 簡單一點介紹一下 圖費 52歲今年 英籍 月薪18萬元 在英國取得考古學學位 88年加入香港皇家警察 96至99年駐守保護組 後調任機場特警組 14年參與處理雨傘運動 15年做基礎訓練學校高級警司 16年1月升任總警司 任屯門警區指揮官 2017年調任東區警區指揮官 19年6月就調任新界南總區副指揮官 今年的2月升任助理處長 而任西九龍區 總區指揮官 升到很高級了 現在是西九龍總區指揮官 那麼他個人的行為 犯了很多法例 例如遼屋已經不可以租住 又不可以做生意 自己又可以做生意 變成 大家要去 了解這件事 以前就一定是違法的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肯定是犯這條罪 以他的官階起碼坐五年 那麼你去到那麼高級 幾條罪一起 同期執行 定分期執行 也要坐幾年 不過 現在那個香港的法律有一點改變 那個形勢 現在的法律是會因應 那個人的身份 如果他是一家 上市公司 的報社老闆 是可以抓的 住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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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何文田的拉德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警察 就不是很可以抓的 是不是 那麼 甚至乎他不是一個普通警察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剛才那個 拘捕《一周刊》記者說這個是很重要的人 你不可以下去騷擾他 他是逃兵 好啦 所以那麼重要的人 我是相信 香港政府是會包庇他的 是會 不對他作出任何的行動 甚至乎律政署也不會檢控他的 是會包庇的 所以呢 我是很有對這件事是十分之有信心的 除非 除非香港政府做一些 令到我很失望的事 完全是 我剛才所作的預測 相反 如果真的出現我 預測相反的 那我到時 唯有向大家道歉 不過我認為我不需要 因為 我對香港政府 其實真的很有信心 這個政府 是絕對是會包庇一些權貴 對於權貴方面 是 基本上是 百分百容忍的 但是呢 對於普通市民是零容忍的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我 那是 有用來不測試